以后裴斗娜一起携手演出科幻片当太空人 虽然剧才刚开拍 何时上档都还不知道 不过曝光消息就已经让影迷非常期待 因为孔刘非常珍惜羽毛 每次接演他都要思量再塞 也因为这样的品质控管 才可以出道19年依旧保持超高人气 不用说话只是在镜头前展现日常 就足以让孔太太们心满意足 2020年韩兴孔刘虽然凭着广告代言 一直活跃在荧幕前 但是却迟迟没有星座 直到这张照片曝光 照片里孔刘穿着白T戴着白色棒球帽 一身休闲打扮 但眼尖的戏迷发现 以后裴董娜手里拿着新戏剧本 正式宣告欧巴回来了 距离爆红的神剧鬼怪已经过了四年 孔刘终于重返小荧幕 饰演一名太空人 让戏迷很是期待 毕竟孔刘演戏狠挑剧本是公开的秘密 当年鬼怪的编剧 也是花了五年的时间才说服他演出 虽然年纪早获了不惑之年 但现实生活中的孔刘就上个大男孩 就连炫耀自己的超强带货力 也是可爱度爆表 不喜欢上综艺节目搞笑 却愿意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喜欢独处 没有社群账号 但在片场却总是带动气氛的 刷宝平当 刷宝平当的转发 我会有点资讯 不想让他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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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鲍贵 我认识孔刘的都知道 他能在竞争激烈的寒流中 这么多年人气不坠 甚至被女性封为 希望永远单身的公共财 不光只是因为贴心暖男 长得帅这么简单 我打过来了 我去过旅程 去年孔流演出 电影《八二年生》的金志英 剧中因为讨乱韩国女性 在社会中被性别霸凌的议题 而受到激进人士攻击 甚至还有人到青瓦台上书请约 要求电影下架 作为演员孔流自带使命感 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挑战社会紧急 那天半个后 运动场上去 图长先生 进来 我没有任何事 我没有任何事 2011年孔流主动提案拍摄电影《熔炉》 当作自己的退伍复出作 这部电影上映不到一个月 就促使韩国国会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以让这件侵犯聋哑学童案犯案重设 不过说到孔流的代表作 当然不能不提全球大卖27亿台币 将他推向国际砍城影展的这部电影 孔流灾时速列车饰演一位 为保护女儿死命抵抗僵尸的单亲爸 但现实生活中的他 就连一个人在家看鬼片都害怕 孔流的走红属于一步一脚印 大学后跟导演毛岁自见 才得到演出机会出道 磨了好几年 才在咖啡王子一号店闯出名号 直到近年攻占大一幕 孔流前前后后花了近十年 坐稳寒流一个地位 感情上却始终交白卷 孔流说虽然自己还是想结婚 但比起谈感情 更在意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爱看书的他希望未来不拍戏后 能开家咖啡书店分享藏书 听来文艺中还带点浪漫 这就是孔流